耳朵里流黄水怎么回事 如问医生特药专家李飞 西安市中医医院耳鼻喉咳主治医师 有的人会发现自己耳朵流黄水 是怎么发现自己耳朵流黄水的呢 是黄水自己流出来的呢 还是在您挖耳朵的时候 用棉签沾耳朵的时候才发现流黄水的呢 如果是黄水自己流出来 包括伴有耳部的骚痒 有可能是耳道的湿疹 也有可能是一个慢性的中耳炎 引起的耳道流黄水 这种情况的话 要到正规医院的耳鼻喉科 及时做一个诊断和治疗 如果说是您在用棉签 沾耳朵挖耳朵的时候 出现流黄水的症状的话 这多半都是因为挖耳之后 局部的组织产生的肾液 所以建议不要用任何东西去挖耳朵 包括棉签 手指甲 耳勺 有的人还有用钉子啊 笔帽啊之类的 都不能用任何东西去挖耳朵 当然在出现耳朵流黄水的情况下 它是提示已经有炎症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一定要不能喝酒 尽量戒除这种辛辣刺激的 鱼虾海鲜牛羊肉 这一类的发物 让它不要发炎 过上几天就好了 如果说超过两周 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 这样的话就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